有市区的士团体计划申请加价 建议起标加3至4元 最快下个月向运输署提出申请 几个市区的士团体正是酝酿加价 计划提出起标由现时24元 加到27至28元 之后每次跳标加1至3号 停车等候每60秒跳一次标 就建议缩短至45秒 上次的士团体也曾经申请缩短大被拒 的士上次加价是在去年4月 当时全港的士落期划1加2元 短途每跳加1号 长途加2号 有商会认为的士加价滞后 有需要罪犯通常 加价的时候也都要到19年的年头 最快才加价的了 那就是差不多两年才加一次价 那我们司机要维持生计 市面的通胀4.5% 所以我们提出加价是合理的通胀追回的数 是不是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